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川的大地震 西藏出现了 藏民跟统治者本身出现了对抗 而当年 甭管是热火青年还是老头 百年奥运 大家想想 今天我们说的一切 其实跟当年百年奥运大家伙都上街有关系 那百年奥运错吗 不错 但是奥运错吗 不错 但是办奥运的人 利用奥运的人错 把咱们忽悠的人错 是不是这道理 但是人在激情之下 弄不明白 就像多伦多的 大家知道 多伦多有一个很著名的据说是中国的什么巴菲特 那么个中国人 2008年忽悠着整个加拿大东部 有人说上万人 有人说六千多人 送免费包子 到沃泰华抗议 抗议当时是一个西方政府对中国大国崛起 奥运的这种不接受 当时很热闹的 中国式的 叫中国人当中的巴菲特 据说前两天 判了十二年 是十几年 他自己放料说 好像大概2008年的时候 大概整个的资产 这个就是找他投资的人上两千万是多少 但这次加拿大法院判他是涉嫌大概五千多万美金 大概是这么个数 他可能要上诉 可能要怎么怎么样 这个人咱也见过 他也看涛哥的节目 他跟涛哥曾经说 石涛你说得很对 那我就觉得怪了 那当时08年的时候 我在另外一家电视台做节目中 直接抨击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虚无的爱国主义扼杀人性 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狂暴 狂躁 今天被玩了 多少老百姓被玩了 而我们当时讲得很清楚 这个制度性的腐败 制度性的把握权力的人的权力绝对化 他就可以任意去做 而在权力之下的人 不去寻求人权的一种真实的价值 不去保护自己道德的基本的道义的观念 不去维护社会的价值 而是在反腐的概念下 反贪的概念下 打掉对手的概念下 自己去获得权力 更进一步的想利用手中的权力 去扼杀去利用这个制度 去获得自己的利益 从奴隶到将军 斗争的哲学就是这样 党文化 把人塑造人们的观念 扼杀了人们的人性 是在潜移默化之中 渗透在你的血液里 渗透在你的骨髓里 所以后来他 我们说加拿大这个人 出了状况之后 我大概一年前 跟他有过一个很短暂的说法 我说你现在怎么想 我没错 我说那08年你弄钱 你自个儿说的弄钱 那钱那没错 就湖南人 挺逗 我觉得挺悲哀的 就是说 就是说看着他 在看着那些受害的人 那些受害的人 恨不得把他吃了 这哥们个儿也不高 恨不得把他给点摸了 但是当初为什么呢 而08年 他忽悠组织那么多人 到加拿大的 沃泰华的国会山庄 他在讲话 在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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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我印象中 我跟他的同伴 当时的合伙人 也是那次运动的组织者 之一一起做过一个节目 那哥们拿的是 多伦多领事馆 给的他的文章 他念 这个达赖喇嘛 分裂祖国 什么之呢 那因为当时是在电视台 我被邀请过 做反方 大家都有振环两方面 我说他达赖喇嘛 什么时候说分裂祖国了 人家没说 这纸上说了管什么用 党给的纸 上厕所都太硬 但他在电视台上说 他忽悠大家伙去 然后有人弄钱了 然后有人赔钱了 有人家破人亡了 你为什么信呢 被党文化洗脑之后的观念 08年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曾经分享过 这种制度性的腐败 制度性的迫害 扼杀人性 到头来一定争你自个儿 当时提到的是 正好围绕着奥运会时提到 而奥运会之后 就是毒奶粉 我们就说 这是制度性腐败所造成的 然后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 然后温家宝放出了4万亿 这4万亿 我们曾经断定说 有人赚钱了 这家伙我跟你说 谁不挣谁是留鼻挺 缺心眼 2012年我们看到了 有人赚了 对吧 高铁 哪是高铁 那都是飞机 火箭 对吧 刺溜刺溜往前窜 火箭往前窜的时候 老百姓说 这回我们厉害 我们能做火箭了 高铁 人刘志军多聪明 咔嚓 有女人有钱 什么都可以进来 当然了 他就 那党的斗争是残酷的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你命到那了就舍你 舍了刘志军 舍了薄熙来 薄熙来是他自个儿舍了自个儿了 自个儿整自个儿 自个儿斩自个儿 自个儿切割自个儿 自个儿糟蹋自个儿 就凡事都是整自个儿 但是在整个体制之下 我们说在这个体制之下 你想维护这个体制 你就麻烦 温家宝 体制之下的想做好人的 其实想一想挺别扭 很多人说他就是挣钱了 我依然坚持我的看法 他挣没挣钱 他们家挣没挣钱 他自个儿查去 自个儿问去 但是他维护共产党体制的时候 在这个体制之下的时候 今天就捏 就等于是违背一天一 就出麻烦 是个非常可悲可叹的故事 因为相当一部分老百姓 因为他的存在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对党抱有希望 可是温家宝呢 被制度干掉 他真的是被制度干掉 苹果日报有篇文章 类似的看法 有些内容我未必认同 但是呢 他提到的制度这一方面 我个人认为呢 是到位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 制度性腐败 让温家宝名列 上来这么讲 温家宝放言 我将归隐林泉之际 被纽约时报三级重炮 击中命门 准确的说 是击中了这个制度的 要害之处 其实我也看到了 这个温家宝提到 我将归隐林泉的说法 温家宝的说法 所以温家宝不是叶利钦 叶利钦是否决了 当时的苏联共产党 温家宝不 还要在体制之下 但对比一下 三月十四号她的豪言 对比一下 她曾经想有所作为的事情 再对比这个 纽约来再看她 我将归隐林泉 她是中国共产党的 制度下的牺牲品 可探者 因为她试图想保持自己的人性 想保持自己人干净的一面 但跟这个制度是冲突 自然就会这样 所以在这篇文章里直接讲说 中国之所以成为贪腐大国 实际是制度性腐败 所以这里她提到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 我们在08年就跟大家分享这概念 那今天 今天的大家再提制度性腐败 实际是大国崛起的过程 就是腐败的过程 大国崛起的过程 就是各大家族势力 最后城市的过程 国家不是中国人的 国家是一小撮的 窃国贼 这叫窃国贼 窃的什么国呢 窃的中华民族 这个整个民族的文化 制度概念 整个民族的精华 被他们摧毁之后 居为己有 我说被他们摧毁之后 是因为今天成为了共产党 就是马克思信了魔鬼 萨旦教之后的概念 取代了正常的人性 他自然就这样 所以别的都是瞎扯 所以文章直接讲说 这个制度本身决定了权力 和财富本身是相互关联的 所以这是共产党体制本身自然造成 当权位到了相当级别的时候 通常不必说什么做什么 自然有人打点和安排 这是没错的 当你官做到那份上 你说底下那么一群人 我就说考公务员的人 心里为什么过好日子 怎么过好日子 靠工资吗 不是 一开始说是靠工资 后来一发觉 小样 我连城管都有权力 夏天一热太热的时候 想吃西瓜 上外子走一圈 对吧 冬天嘴馋 想吃糖葫芦 上外子走一圈 想吃烤白鼠 烤白鼠 上外子走一圈 所以自己干的连白鼠都不如的事 那是权力有 那是不是腐败 那就是腐败 那是不是麻子敲门 坑人到家了 就是坑人到家了 对不起啊 咱们没说麻子不好 不是这意思 这是个邂逅语 就是干了这些缺德的事啊 是在制度之下干的 这个制度赋予了他的权力 而这个权力扼杀了他做人的基本的道义 当他想做好人的时候 他将被这个制度所唾弃 因为当他想做好人的时候 想不去贪腐的时候 想不去用自己权力的时候 别人就会踏实 就会指责他是个腐败者 干掉他 文家宝有类似之处 文章接着讲说 很多人背后有权力做靠山 不少豪门 实际本身他自己不想下海 但是呢 在这种权力之下 有时候那个坐轿子的 是被台轿子的毁了 他没想坐轿 一群台轿子 老板你得上轿子 得上轿子 别走 多费鞋 咱这鞋买挺好的 要么脚底下长茧子 不够嫩 脚给走出老奖来了 成农民了 不 您是贵人 你上北京城 你上贵宾楼 你上长安俱乐部 你看看 多少这些东西 扭过脸来坐那 然后他从贵宾楼刚干完这事 扭过脸来 就到贵宾楼下了歌厅就说了 这群腐败的官 这群王八蛋 他就骂人家 牛脸是被他轰成王八蛋 这就是这个社会真实的一面 非常真实的一面 晚上九点半 九点三十分PM以后才出来干活的人 就干这个 在这篇文章里讲说 在这个背景之下 很多豪门家族 自己被人给轰到轿子上 突然意识到 感情我今天坐在这就可以挣钱 但是人都有贪婪 人在这种权力的烘托之下 会搅着自己是爷 阿败阿败 不行 我爷有本事 笨 你那轿子不应该这么抬 你那轿子应该那么抬 那么抬我才舒服 他就开始指挥了 一开始没想上轿子 后来在轿子上就说了 个儿大在前头 个儿小在后头 上山的时候 个儿小在前头 个儿大在后头 得保持我平稳 如果上山 前头是个儿大的 后头是个儿小 你诚心害我 你要害我爷 害爷你想成爷 是吧 那上山爬山的时候 前头俩大个儿 后头俩小个儿 都不是情等着往后折磨 所以这个坐轿子的人 本来不想坐轿子 后来发觉自己很厉害 他一点都不厉害 是被这些抬掉的人 给他轰多成 自以为厉害 欲望放纵出来 他就自己干 这就是利益集团 各大家族利益集团的 我相信真实的一面 不全面 其中有一部分人是这么干 那这篇文章里 也就是这么讲的 所以他就讲说 所有这些当官的 政治局以上的 他们根本不用发愁 根本不用自己下海 因为这个制度 就可以照顾了他的亲朋好友 照顾了他的儿子和孙子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的儿子孙子 自然就成为了太子党和太孙子 所以大家注意到 太子党这个词 其实大家想想 太子党这个词原来哪有啊 怎么出来的 正是底下一群抬教子 自己不是太子的人 望着人家 心里有妒忌 出了这个词 大家杂不他 就是这个体制的党文化造成 造成了自卑的心理 然后称其对方为太子党 那人家何不乐享其成呢 所以李小林的话 李鹏的女儿说 祖国是我们的 大的东西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 才能放心 所以这篇文章里也提到说 李小林所言 经济命脉必须掌握在官二代之手 这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去考虑的 而今天温家宝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 与他不和睦的同朝的官员们自然窃喜 但最终他们一定会站队保住温家宝的 包括江泽民 包括李鹏 因为这不能够捅破 这里这篇文章里 他认可温家宝肯定是挣钱了 文章里他也提到说 纽约时报并没有 纽约时报截止到现在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温家宝参与了这个他们家财富的过程 这些依然是把这些放在前提 放在前面 跟彭博通讯社当时报道习近平的时候 同出一辙 但是你现在谁敢弄习近平 没了吧 没有了吧 这就是党的斗争 为什么弄温家宝 温家宝在这一次 改革派在这一次打斗当中失败了 所以这就是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 温家宝他们家就贪钱了 温家宝 换你们家 你在那个位置上 自然有人给你送钱 你说多少钱叫贪 多少钱不叫贪 对吧 我觉得这个事道理一样 咱说实话 别说片仓话 体制就是这德性 就这样 所以我说我今天一分钱没有 说那没用 这就是真实的一面 这就是我说抨击体制的一面 抨击共产党本身 无论谁想洁身自好 谁想把自己洗白了 你维护共产党 你就是黑的 小样没得出了 对吧 就是这么回事 文章里引述了一段 这个记者 这个写这篇人的话 他说曾经有消息讲 江泽民对胡锦涛还是蛮客气的 但是对温家宝极其不客气 他说有一次 温家宝到中南海的丁字户 就是江泽民他们家住处 不知道有什么事 然后江泽民正吃饭 看温家宝来 没听快的接着吃 然后说一句 听说你是中国首富 他就讲说 温家宝如果身败名裂 对大家没好处 环顾朝中左右 谁家不是金山阴山 所以有朋友讲说 涛哥骂江泽民骂的贼狠贼狠的 那他就不是东西 所以我要说他是东西 他就把东西这东西 这二字给玷污了 你要说他江泽民不是东西 把不是东西这东西也给玷污了 真的不是人类 真的 这个大家有时候不信 行不信随您了 对吧 中国的小说 我还是说那句话 你上中国名山大川 你看到的都是道观庙语 讲的都是神佛 翻开书一看 讲的都是神佛与鬼魔 人要行善 人要做善事 人要保住自己的德行 讲的都是这个 当然党之后来共产党 现在不看这个了 看都是厚黑学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不是的 所以我才说他是人吗 谁愿意把他当成人 你就当成人走 在我的眼睛里 又不是东西 又不是人 文章接着讲说 制度性腐败的另外一个特征 就是要想独善其身 是不可能的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谁想独善其身 你又是官 你一定被腐败之名干掉 这个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明白 文章里他举了一个例子 当年萧和 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 对吧 萧和月下追韩信 韩信是被他弄来的 然后韩信又被他害了 然后后来萧和被怀疑 那当时的皇帝派了五百禁卫军 钦点五百禁卫军 保护萧大人的安全 萧和聪明明白 开始贪污腐败 一贪污一腐败 说没事 萧和不会反的 我觉得他这个例子举的太有意思了 太合适了 所以文章最后他提到说 温家宝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自救的机会 就是公布自己真正的家产 他说为了自己的清牌 即使死也要死得诚实和正直 他紧接着讲说至于温家宝把一袋纸 一袋东西给一个报人 那是明报的记者 他说这个东西作用不大 王立军还闯了美国领馆 也就这样 他说但是温家宝如果真正公开去自己的家产的话 可能会有作用 它会起到带动的作用 它会起到突破性的作用 我自己的感觉现在有点晚了 其实这些都无所谓 都过去了 因为现在当朝的是习近平了 过了那个村就没了这个点 这就是我说 其实大家为什么要摆脱中共呢 没有任何机会在我的眼睛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